我想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经验 当我们用APP的时候 几乎第一个看到的不是我们搜寻的讯息画面 而是跳出来的叫做弹窗式的广告 有的广告越来越诡谀 你找不到那个叉叉 或者你点下去它不移开 无论如何看一则讯息 几乎都要跟这些弹窗式的广告来奋斗 中国大陆公信部开始点名43款 包括了腾讯 微信 爱奇艺等等APP 说他们的弹窗广告已经叫做骚扰用户 必须调用 还有调用调用通讯录 以及调用未知资讯 这些问题都是公信部忍无可忍的 要求他们在下周8月25号前全部要改善 那么这些弹窗广告在大陆公信部的眼里 有的关都关不掉 那么中国大陆央视点出三大类弹窗广告的陷阱 例如关闭按钮是假的 诱导用户点击 碰到广告就会自动下载不需要的APP 还有不管怎么按都会跳转其他广告出现 或许你也有过类似的困扰或者愤怒 前的时候会有一些倒计时什么的 然后也有一些广告 APP点进去无法直接使用 总是出现一堆弹窗广告 有的即使按了X号还是没办法立刻关闭 有时候我们还发现就是你点关的时候 或者不一定碰哪反而把它打开了 各式各样弹窗讯息 相关都关不掉 用户不生其烦 大陆央视也曾曝光APP弹窗广告三大陷阱 有设置水假无效的关闭按钮 误导用户点击 也有的触碰到广告就会自动下载不需要的APP 没有向用户明示任何下载应用的提示 却在用户触碰广告页面任意位置之后 自动开始下载 除此之外 还有的不管按哪就是会跳转到广告页面的 这些用户不舒服的APP体验 也被大陆公信布丁上 点名包括腾讯视频 微信和爱奇艺等 共43款APP 有违规弹窗骚扰用户 调用通讯录及位置资讯的问题 限期25号前要改善 否则将依法归处置 点击这些关闭标识会诱导 观看相关广告的 那么是属于一种违法的弹窗广告 可以对这些广告组处以5000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 弹窗广告是很多APP流量变现的主要方式之一 带来的收益 有些占到其APP公司总广告收入的八成 现在官方要求限期改善 当中大陆广路巨头腾讯旗下就有多达四款 腾讯18号公布今年第二季财报 净利润是人民币425.87亿 同比增长近三成 但比上一季倒退一成 营收则为人民币1300多亿 同比增长两成左右 但这次的收入增数却是2019年以来最慢 他们会收到不同的这个监管部门和监管 和行业主管部门的一些可以说可能陆续 会一些负面的消息出来会影响到的估值和这个情绪 先前大陆官媒抨击网路游戏腾讯收紧 未成年玩家限制 在第二季财报中 游戏营收仅成长12% 当中16岁以下玩家占比为2.6% 明显低于去年底3.2%的占比 另外官方在教育方面提倡双减 也打击腾讯涉及的教育领域 连番出台管制措施 网路居头们只能照单全收 除了配合腾讯近期 还响应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喊出共同富裕号召 投入人民币500亿 帮助乡村振兴 改善低收人群生活等 被外界形容是向中央书成 但能否见效官方监管会不会点到为止 还很难说 TBBS新闻综合报道 TBBS新闻综合报道